演员许卫周官宣结婚 谭松韵当年的预言成真了 谭松韵在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 黄磊问大家 谭松韵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许卫周 并且表示 3月10日13点14分 许卫周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 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结婚证 宣布自己名草有主 突如其来的喜讯 让网友满脸茫然 毕竟上次传出恋情 还要追溯到2016年 许卫周和周宇彤深夜约会被媒体拍到 疑似恋情曝光 当年许卫周开车接周宇彤 两人见面就拥抱还当接拥吻 恋情传得沸沸扬扬 当事人既没有澄清也没有承认 这段绯闻后来不了了之 许卫周是娱乐圈中 比较罕见的没有黑料的人 2016年 他和黄景瑜合作拍摄了上演 并且凭借这部作品 获得了最受欢迎网剧偶像 因为题材比较小众 后期作品下架 已经谈好的综艺也被取消 索性从小就学习舞蹈 并组建过乐队的他 转身就发行了专辑 并且还进行了亚洲巡演 所到之处坐无虚席 他凭借自己的实力 再次回归到大众的视野当中 人红容易遭嫉妒 2018年 许卫周受邀参加新武林大会 为了能展现更好的舞台效果 他在彩排的时候 反复地练习桂华的动作 因为练习过度 把裤子都磨破了 剧组人员及时地给他拿来了护膝 就在许卫周准备穿的时候 却发现呼吸当中藏有针 工作人员上前检查之后 开玩笑地说见缝插针 这件事情就被一带而过了 后来许卫周和乔欣 合作不能恋爱的女朋友相识 两人还合体参加了恋恋剧中人 节目里许卫周时刻照顾乔欣 帮忙拧瓶盖 背对方下山 主动买单 两人还一起逛菜市场 一起做饭 甜到上头 大家都觉得 两人不结婚很难收场 但是节目是节目 现实是现实 在许卫周官宣喜讯的时候 乔欣还第一时间送上了自己的祝福 愿有责任 有担当的许卫周幸福美满吧